的根源 他说 诸法不自身 也不从他身 不公不无因 事故说无生 我们可以说 也不中观论 无不送 就是说明这个事情 这一桩事情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彻法底缘的现象 你搞清楚 搞明白了 在佛家就称你为法身菩萨 等于说你拿到这个学位了 你是法身菩萨 对于这个现象 完全模糊 疑惑不了解 这个人叫凡夫 凡夫跟佛跟菩萨没有差别 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认知上的不同 正如同我们现在学校 都说一样 你拿到波斯学位 他拿到硕士学位 这个人没有文化 连小学都没念过 都是人 都是一样 没有两样 文化程度上差别不同 那么在佛法里面 这个设法界实在讲 就是文化程度的差异 他们过的日子不相同 从这个地方 我们应当恍然大悟 我们要过好的日子 要把自己这个生活品质向上提升 靠什么呢 靠教育 今天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贫困地区 我们看到生活过得那么苦 怎么去救济 物质救济 是解决不了问题 要办学校 要教他 提升他的文化水平 就提升他生活品质 在佛法里面 讲的是大的戒心 我们能从人道提升到天道 欲界天提升到世界天 世界天提升到无色界天